近来,武汉一家面积已经500平方米的纯工艺私人博物馆火了 馆内展品以海外回流文物为主 开馆一个多月,文物迷从四面八方而来 感觉这些文物都很精美,很精致 确实很让人感动,就是它跟外国友人之间的一个友谊 包括说外国友人对它的一种寄托 就是一定要在博物馆展出才可以带回来的 该博物馆名为欧亚博物馆 无需预约,免费对公众开放 馆长严雪俊是吕德华侨 他介绍,自己付出15年心血,走遍30多个国家 4000多件散落异国的中国文物,踏上了回家路 我在德国以前留学工作 我第一件产品应该是从09年 09年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候 然后呢,大概陆续收集了五六年以后 有了想开一个博物馆的想法 因为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看到很多流失海外的文物 在拍卖会上啊,在股东展上 就很想把它带回来,我就一直在买 因专业知识有限 严雪俊起初难免买到宴品,为提升鉴赏能力 他继续在德国穆利黑大学 攻读中国艺术与考古专业博士学位 严雪俊说,海外文物回归主要有购买、捐回和追索三种方式 他所带回的文物,多是从知名古董商和拍卖行购回 基本上全是我从国外拍卖回来 还有在股东展上,还有一些私人的藏家手上购得 回了国以后呢,像开办一个博物馆 也需要省里头、市里头组织专家来认证 这样的话更有权威性 严雪俊挑选了400余组藏品 经权威鉴定后,陈列于欧亚博物馆 另有300余组捐给国家 欧亚博物馆以丝绸之路为脉络 以来自欧亚大陆的艺术品串联起 东西方文明交融所产生的捷径 包含中国、欧洲、波斯等七个展区 像这一件是我国康熙时期的 而这边的一件呢,是德国梅森仿制康熙的 而且它在这个瓷器制作出来 短短几年后就已经出现在市场上 可见我们中国瓷器当时对世界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东西方贸易 当时的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物证 一东一西的陈列方式 在欧亚博物馆并不少见 严雪俊表示 东西文明交流互建从未中断 文明一定是互相交融的 你像这个互相存在着很多的借鉴的情况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的青花瓷 最早的这个诱料是从伊朗来的 然后我们做了很世界著名的青花 然后又销往全世界各地 所以说文明只有互相交流起来 才可以发展的更加繁荣 如今 严雪俊每年一半时间在中国 一半时间在海外 续续寻觅散落海外的中国文物 并进行溯源统计 希望让更多文物回家 我们的祖国现在慢慢强大起来了 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些宝贝能回家 因为回家的感觉是最好的